接著我們來複習1-2平面坐標系 首先我們來看到第一個我們要複習的是這個直角坐標平面 直角坐標平面它是有一條水平的速線 我們叫X軸和千直的速線叫Y軸 他們互相隨直所構成的平面就叫做坐標平面 我們直接來看看這個圖 這個是X軸向右是正 這個是Y軸向上是正 第二個的話他們的焦點叫做圓點O 第二個我們要來複習的是叫坐標 平面上的每一個點都可以用數對AB來表示 比如說P點的坐標叫做AB A叫做P點的X座標 B叫做P點的Y座標 我們看這個圖 這個AB A叫做P點的X座標 就是坐垂直對下來 它在這個X軸速線上的這個位置 B就是它的Y座標 這樣對過來 它在速線Y軸上的這個位置 好 接著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這個向線 那X軸跟Y軸 把坐標平面上分成四個向線 好 這是第一向線 這是第二向線 這是第三向線 這是第三向線 這是第四向線 那它是一個逆時針的方向 好 那軸上的點不屬於任何一個向線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向線的點的 X座標是正的 Y座標是正的 第二向線的點的 X座標是負的 那Y座標是正的 好 那軸上的點不屬於任何一個向線 好 軸上的點 那比如說這裡也有一個點 這個啊 是不屬於任何一個向線 好 以上啊 是這個重點的負西 好 接著啊 我們來講解啊 第一題 他說呢 一次呢 A點位於這個第二向線 那問我們B點呢 落在第幾向線 好 那因為A點呢 落在這個第二向線 好 所以它的X座標的位置呢 會是小於0的 好 那Y座標的位置呢 是大於0 好 那現在因為這個A大於0 這裡是正的 好 那正負才會得負 所以B小於0 好 所以AB的正負呢 我們都知道了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 B扣掉A B扣掉A 好 負的再扣掉正的 那當然它是負的 那A乘上B 一正一負小於0 好 所以B點的X座標是負的 Y座標是負的 所以呢 它要落在第三向線 以上呢 是這一題的講解 B扣男与 B扣